面临多项指控的王某一直否认自己犯有诈骗罪 几个小时前案件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 在警方痕迹学专家的帮助下 这块价值千万的赌石终于现出了原形 死里逃生这个词汇在赌石界有着特殊的意义 它代表着一种诈骗手法 作案者切开赌石后 发现其中预料质量不好或者根本没有预料 便使用特殊工艺将其重新粘合恢复原貌 但如果赌石恰巧是大家看到的这种铁锈皮壳石 粘合痕迹非常难以鉴别 现在终于尘埃落定了 王子林已经认罪 所有涉案人员均已落网 但是网络上的争议还没有停止 我想问问两位当事人 你们后悔当时的决定吗 首先我要声明 王子林作为我们的雇主 居然指使人打伤我的同事 寻找行凶者才是迫使我们追查的直接动机 在得知事情背后真相之后 我们其实也面临着两难的选择 但是我不后悔我当初做出的决定 因为在公民义务和社会道德面前 职业道德应该让步 我也不后悔 在通常情况下 我们会维护客户的利益 但如果说涉及到了犯罪行为 我们也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 知情不报 隐瞒事实 等于我们也在协同犯罪 这完全违反了我们的职业准则 那么作为烈火神盾的负责人 熊先生怎么看待这件事 我认为这件事情 根本没必要争乱 我完全同意他们的决定 从职业操守来说呢 我绝不允许我们烈火神盾 任何一个员工 有道德品质上的瑕疵 从公司角度来说 有可能我们可以隐瞒事实 蒙唤过关 可是别忘了 一旦被查出来 我们可能会被调下支罩 这赎重赎金 我就不去解释了 那么您估计这件事 会对公司的业务造成影响吗 我想或多或少会有点吧 可是为了正义的决定 我们烈火神盾可以担当得起 看来烈火神盾的经营理念 从上至下贯彻得非常彻底 您会奖励这两位职员吗 当然会 奖励他们跟我一起去承担 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每个人发一个月的工资 这 咱们先礼后兵 咱们先礼后兵 他要是不识实物 就跟你们盘石出炒了 关先生 我们非常有诚意和您合作 您看怎么样 感谢 非常感谢 感谢您进行战略投资 可谓是雪中送炭 来 您喝水 不过我保证 您的投资会很快收回成本 我们这个AK搏击俱乐部呢 在我们这个城市 还算是黄金地段 只要我们宣传到位 很快就会红火起来 地段很不错 我就是看中了这个 那这么说 您同意入股我们搏击馆了 我有个更好的想法 您说 我把AK搏击俱乐部买下来 重新开发为一家时尚餐厅 凭这个地段的客流量 一定会红红火火 买下来 对 整个买下来 我这个搏击馆呢 是我辛辛苦苦十几年的心血 我不可能把它卖了 管老板 不想先听听我开出的条件吗 你开什么条件 我都不会卖它 管老板 做人要现实 生一人就更是如此 我给您算笔账 如果坚持下去 一年少说也要亏损十万以上 作为商人 你有什么理由不答应啊 我不是商人 我只是个爱好搏击的人 才开了AK搏击俱乐部 而且这是我十几年的心血 我不会轻易卖掉 亏损是暂时的 这么多年 风风雨雨都闯过来了 大不了我继续扛着 管老板厉害 逼我亮笔牌 要不这样 我现在给您一笔钱 等以后开了时尚餐厅 亏损了算我的 但盈利的百分之十归您 换句话说 您什么都不用做 就可以做下已成的利润 AK俱乐部不是一桩生意 是我几十年的心血 相当于是我的孩子 孩子是无价的 管老板 你这样硬撑下去毫无意义 过不了几年 搏击馆就会关张了 你这个话就说过了 就算是一支亏损 我砸光卖铁 我也能挺他个几年 关老板 你不会这么天真吧 你开的是搏击馆 不是一般的店 要是每天都有高手 来踢馆的话 丢了面子 没了名声 你还能挺几天 我告诉你们 我官校最不怕的 就是威胁 这里不欢迎二位 请回吧 关老板 那就等着吧 不送 就是威胁 你自己的家 跟他想说 他想不想 你赶紧 你把这个家人 你也不能带来 你家人家 你给你帮助 我帮助 你赶紧 你必须帮助 我帮助 你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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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坚如磐石了 磐石安保蠢蠢欲动 据我调查 吴飞已经跟南清数一数二的 房地产商搭上了线 房地产商 听说这家房地产商财达气粗 手段厉害 跟政界商界很多人都有来往 那 吴飞这是攀上高枝了呗 他不会对我们烈火神盾的地产下手吧 放心吧 不管对手如何财大气粗 我相信他动不了烈火神盾 头儿 他们好像有一系列的计划要实施 只是暂时还没有涉及到我们烈火神盾 话是这么说 但是我觉得我们烈火神盾 毕竟业界地位在这儿摆着 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你说得没错 阿勇 这件事情你还得继续查下去 搞清楚对手具体动向 是 是这里吧 这块招牌 也挂不了几天了 惹上吴总 不 就是这个下场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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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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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马 打得漂亮 好 艾马厉害 打得好 打得好 好 艾马厉害 服了没有 美女饶命 服了 起来吧 不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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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马 完美 美女 你真是厉害 能收个徒弟吗 哼 收什么徒弟啊 我看你啊 是想泡妞吧 胡说 这世界上美女这么多 找美女也不能在这儿找啊 我这三脚帽的功夫 厉害个屁呀 我朋友关小迪那才叫厉害 你找他去 那不拜女神 怎么可能收我做徒弟呢 哼 那就拜不拜女神的爸为师啊 咱们这儿AK的关馆长 就是不拜女神的老爸 小子 干脆我收你当徒弟得了 是是是 我保证 我教你几招以后 你可以很轻松地 打赢这个丫头 你谁啊 我找师傅 不仅要功夫好 还要长得漂亮 就你这样影响失容的样子 你别拍着 再说一遍 我说你影响失容 认识什么呀 疼疼疼 知道疼还不道歉 大哥我错了 大哥我认识 我们搏击馆有规定 赢了就停手 你这分明就是欺负人 就是啊 怎么样 你没事吧 欺负人了 刚刚这个丫头 说你们搏击馆有规矩 那是以前 今天我来这儿 就给大家重新立个规矩 在场的各位 如果能打赢我的话 我马上走 真是过分啊 对啊 如果打不赢的话 那请你们滚蛋 什么意思啊 踢馆是吧 我就是来踢馆的 让我来 我一般不打赢人 但你要硬来的话 我可怕我忍不住 别说你忍不了 现在连我也忍不了了 你先下去吧 吴总 您什么时候侵入我AK的系统 这种民用系统 我随时都可以进去 你一直在监视官校敌 我的目标是官校 和官小敌无关 官先生 从化验报告单上来看 您现在必须马上做化疗了 能不能再等等 我觉得这段时间 药控制得挺好的 我最近不觉得疼啊 是这样的 我现在给您用的药 已经是最大剂量的止痛剂了 如果您真感觉到疼的话 咱们就来不及了 必须化疗嘛 必须化疗 要不然您半年都坚持不了 好 医生 按理说的办法 好 那我们这样吧 我们 从明天开始 每周一次 做四次一个疗程 看一下效果 好吗 好 好 好 无论 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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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Hare马 快速 也行 快速 有什么 爱马 安法了 师傅安法了 没事吧 现在认输还来得及 我还没用力呢 阿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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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付一个女孩 你用得着打这么狠吗 这你可误会了 我只用了三分的力 是她不经打 刚刚只是开胃才 我们今天来的目的 就是要挑战你们的馆主 啊 挑战馆主啊 管响 出来吧 别当缩头乌龟了 你们这儿也太明不复时了吧 就没几个能打的吧 你 还是你 你来 没中以后就不要来这儿 都给我滚 滚 还有谁啊 还有谁啊 AK俱乐部 改名叫AK游戏馆得了 蛤 蛤 是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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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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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见过照顾 太过分了 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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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叔叔 我是关叔叔 怎么回事 他们两个来踢馆 你就是关小王 你们俩是专门来挑事的吧 这么大的搏击馆都敢开 还怕有人来踢馆不成 名人不做暗示 谁派你们来的 打赢了就告诉你 你们俩要跟我打 少废话 敢不敢接受挑战 不肯上台也行 那就关门歇业吧 你可想好了 如果我们打赢的话 你可以有两个选择 一 我们天天赖 你们天天赐楼 三 二 关门打击 如果你们输了 就马上给我滚蛋 你先打赢了我们再说 关小王的实力我了解 你这两个手下 都不是他的对手 等着看吧 已经打死了 他是什么 一人 最好 他跟他祝福 来 没 好 kommt 他 他 有 对 他 好啊 团长就是团长 功夫不错 敢不敢一个打我们俩 一个打俩 你也太表面了吧 就是 我们两个可以打你三个 要不要一起杀 别废话了 既然你们是来挑事的 我一个人足够了 你们两个一块杀吧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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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叔叔 冠叔叔 怎么样 冠叔叔 冠叔叔 你没事吧 你们两个打一个 太欺负人了 简直太卑鄙了 冠叔叔 我们帮你 完了 你们两个下去 可是这太不公平了 你们下去 来 吴总 您不觉得这样做有点卑鄙吗 卑鄙 利用对方的盲目自信 以心理战术获得胜利 这叫策略 王老头 认输吧 关门好了 我们只想赢 不想伤人 别再做无意义的挣扎了 要想让AK搏击俱乐部关门 除非把我的老姑娘拆散了 来吧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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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屋 关叔叔 关叔叔 求您了 别再打了 你认输吧 行不行 关关长 认输吧 我 我还没输呢 真是十股不化呀 住手 小嫡 小嫡 爸 爸 你没事吧 爸 我没事 老爸真是老了 没想到 在这两个 红毛小的手下吃亏了 艾玛 来了 扶我爸下去 你小心 来 叔叔 来 叔叔 别仗着你会点功夫 有点小平气 就在这儿瞎显呗 你看看 连你爸爸都是我们的手下败将 偷袭 算什么本事 说得好 一打二才算本事啊 你 skat 给我 他 他 你宝贝 他 我 我 他 你宝贝 他 他 他 中文化 按照 燃烤 全坦 看来关小迪才是AK最不好对付的 吴总 你怎么对付烈火神盾我不管 但如果你要伤害关小迪 就别怪我不客气 没看出来啊 你还是个情主 可他喜欢过你吗 那是我的事 好免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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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好 住手 走了 不打呢 心腹口腹 館長 剛剛多有得罪了 追不住了 滾 滾 別走啊 回來啊 季令 你跟關小弟誰搶 什麼意思 你能打過他嗎 我不會跟他動手的 你知道女人最喜歡什麼樣的男人嗎 強者 女人只喜歡強者 你只有在實力上征服他 才可能在行動上吸引他 等你想要征服他的時候 好 我 可以親自訓練你 你 好 我 你 我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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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是我的 我一直以为 你是这个世界上 我最值得信任的人 现在我才发现 最信任的这个人 恰恰不相信我 俊阳 信任是需要相互的 如果你肯离开磐石的话 我就相信你 为什么 我的目标 是打败北上 好 刚才那两个人是什么来头 发生是房地产商搞的鬼 地址 小弟 你干什么去 我去磐石找吴飞算账 你怎么算账 我去问问他 为什么要来AK讨论 你觉得他能承认吗 他不承认 我就打到他承认为止 你这么做 就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了 老爸 你都被打成这样了 你为什么还要替他说话 我不是替他说话 我是替你说话 你好好想想 你到他那儿去 闹腾一通 有什么好处 对我们AK俱乐部 又有什么帮助呢 我 我起碼可以替你出口气啊 你怎么出气 打他一端 闺女 来 坐这儿 听老爸跟你说 闺女啊 你现在已经长大了 做什么事情 不能光凭着感情 光凭着冲动去做 我没有冲动 我只是看你被打了 我气不过 这件事情怪我 如果我不跟那两个家伙动手的话 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可是忍得了一事 能忍得了一事吗 如果他们真的想要 AK这地方的话 他们肯定还会再来闹事的 我倒不怕他们闹事 我是担心我们 AK俱乐部的未来 AK现在真的那么惨吧 闺女啊 你老爸只会打拳 不会经营 我跟你说实话 这么多年 这AK俱乐部 一直是亏损经营 如果再这么继续下去的话 没等他们来捣乱 我们也许就经营不下去了 那我们怎么办 也许 我应该答应他们 把这块地给卖了 不行 绝对不行 买了这块地 还能留下一笔钱 等我走的那一天 我就放心了 老爸 你在说什么呢 你要走去哪儿 你要上哪儿去啊 人总会有这一天的 可那也不是现在啊 你现在身体这么好 为什么要这么悲观 AK俱乐部是你一辈子的心血 你不能这么轻易地放弃 我不允许也不答应 所以 您也要答应我 不要放弃好不好 老爸 好 我答应你 我们一起渡过难关 还疼吗 好多了 医生 最近我的视力越来越差了 从片子上看 你现在脑子里的肿瘤 扩散速度加快了 拜托你一定救救我 你放心 我会把你的病历 通报到国际肿瘤协会 看看在世界范围内 有没有我们可以借鉴的病历 嗯 谢谢 谢谢医生 那下周记得来复查 好 加油 嗯 好 太帅了 可惜没有亲眼 好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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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